因為只買得到40個 太晚起床 很多地方還會買到芒果 不過我今天起身價買到40份 我打算買100份 蘋果其實是我們現在唯一 是真的值得去信賴的一個傳媒 明天又不知道買不買蘋果 所以我們珍惜每一天 有機會看到蘋果日報的機會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是拿來當收藏品 等於我們可能有機會 接下來吃蘋果也犯法一樣 所以都擔心不了那麼多